多余的钱去做什么?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还有呢? 投足筒帮助别人 还有,除夕在银行还有 感恩爸爸妈妈养我们 还有,让我们自己出来给自己的 北海河高渊慈季幼儿园联合举办快乐成长营 幼儿分组来到菜市场购买食材 为当晚的谢思宴做好准备 看着菜单,让孩子学习认识食材 有感向他为叔叔阿姨们沟通和发问 学习规划自己的买菜钱 1,2,3做完了,我们现在要买 买什么?现在这个要买什么? 蓝花要买多少个? 买多少个? 3个 我妈要买多少个? 3个 因为孩子需要将剩余的钱利用试分法 分配到行善、行孝、储蓄以及家用 但过程当中,孩子还是会被眼前的东西所拥过 要买完吗? 不是,他讲他要买 不是,他讲要买 他说爸爸妈妈一定会骂的 他讲他要买喔?不然你们跟他讲 你们怎样跟他讲不要买 等一下阿姨骂你 来,我们站在旁边 他讲他要骂喔 我们爸等一下妈妈妈不是骂喔 你不是骂 他买去了,他爸爸妈妈就没有钱 孩子想用多余的买菜钱拿来买玩具 面对组员们的反对 其他小组的孩子得之后 也加入讨论了起来 买玩具阿 买玩具不可以买喔 你坐他家里都有啊 好像我家里有啦 你跟他讲 你自己在家做过什么玩具 你做一个大大家的屋子给他 那个钱是大家的是不是 是我们五个人一起的 对吗 那你要买玩具你要不要问过他们 哭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不可以我买 因为他们这个钱也是他们的 他们有权利选择 他们要不要买 那你想买 你就要想办法去说服他们 你要讲通为什么要买 你不是说哭了 人家就要答应你的 因为这个钱他们也是要给他们的父母的 然后两个 给三个一零级 然后两个十千 没有这三个是给爸爸妈妈的 经过老师的讲解 孩子最终选择把剩余的钱 平均分配到行善和行孝 感恩 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 希望过程当中 孩子从中学会如何行善行孝不能等 我包的钱熟悉的 你真的要放在熟悉银行 大爱经文陈瑞文 马来西亚北海采访报导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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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导